您好,欢迎收看11月21号大花联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109年花联县全县及社区全民联合运动会14个竞赛项目 这个月陆续登场了 县长徐正伟,21号特别前往小巨蛋主持开幕典礼 为选手们交打气 县长徐正伟指出,花联是培育体育人才的摇篮 感谢花联县体育会及各单项委员会支持 还有基层的老师教练们为了花联选手心情付出 创造出一年比一年更好的成绩 让花联体育大县美名发光发热 对于花联选手们在各项相关的赛事所展现的实力和夹击 县长也感到予有荣烟 并请许体育人才的培育可以持续扎根 未来有更多花联的选手们在国际的赛场上发光发热 感谢所有的校长以及所有的教练 在阳光烈日之下 教育以及启发我们所有花联的孩子 让花联的孩子在全国发光发亮 甚至阳明国际 全民院刚十月二十二号办完 刚才也在这里颁奖 全中运在今年的七月在屏东完成圆满 花联县的孩子得到了非常非常优异的成绩 甚至过大会记录 在社会组我们的木兰女族更是每一届在全国巡回赛 在积分积点几几乎是大门关 尤其是今年又双料冠军 看着花联老老少少都在为花联争取最大的权益 真会非常非常的感动 人生努力坚持毅力 勇往直前 会成为你人生最好的良伴以及最好的老师 每一年半限运 每一年我们都看到孩子不断的在挑战自己 不断的在跟我们自己做交流 而代表花联县到全国比赛 我相信我们也会做得更好 在这里再一次感谢所有的乡镇长 对于各乡镇的运动赛事的支持以及鼓励 也谢谢花联县教育处所有的老师所的校长 更谢谢体育界 花联县体育会赵峰山理事长 以及所有的各单向委员会 能够为体育栽培扎根 让他在花联全面都强 县长说 花联在10月份取办的109年全面运动会 在全体工作人员及选手们的合作下 圆满落幕 获得七斤四银四铜的好成绩 更让花联成为响应全民运动的标杆 而在109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选手张正丽更是创下四连霸的优异成绩 其他各项运动赛事 花联选手部分老少都有令人惊艳的表现 县长期许选手们可以把平日挥汗苦烈的成果进行发挥 拼尽全力以争取最高的荣誉 发挥自我超越潜能 让全国看到花联人坚强的体育实力 卷林杰花联市报道 发挥自我超越下本